現在溫度慢慢的上升 從早上到中午 然後隨著溫度上升 這些抽屋公園 它面臨到的熱傷害 是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大的風險 然後溫度上升到一定的程度 這些熱傷害甚至會讓它們昏倒 甚至是死亡 可能面臨到一個比較嚴苛的工作環境 相信大家最近 各位記者朋友也常常寫到 有關於氣象站 測溫其實都不停的超標的這個情形 即使是在像氣象站這樣相對涼爽的測溫方式 都可以差不多測到將近40度 那我們本會的工作的會員 包含勤務會員 修務會員 他們在停機坪上面都要忍受40度到50度之間的高溫 在停機線工作 它會出現高溫曝曬 第一個是高溫曝曬 第二曝曬的情形下 我們會增加衣物來保障我們的皮膚不會晒傷 但是就因為這個防曬的動作會讓我們的身體的熱更難散除 那在那個40度接近50度的高溫裡面 我們往往在這樣一個架次的情務裡面要執行兩到三個小時的生活 一沒有通風的環境底下 40度以上的高溫 那個感覺 我盡量形容讓大家知道 就是你的全身上下的衣物都會是濕的 沒有衣服會是乾的 溫度過高的情況下 航機是不能允許乘客登機的 這是因為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 那如果說公司可以考慮到乘客及機組員 他們的安全考量 那他們是不是也應該要考慮機庭的工作人員 航太的修護人員 他們的身體健康方面的問題 因為不是只有乘客是人 其實我們公司的員工也都是人 目前我們國家的法規裡面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法裡面 他只有針對某些特定的指種 有規定這些溫度熱指數的傷害的指數出現 那他並沒有納入戶外工作者 這些困境 其實並不是只有修復產業的工人有這個狀況 我們也看到郵政、郵差、清潔隊 還有營造業的工人 很多戶外的工人都有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第二個訴求就是希望說 勞動部既然在上個月 因為上個禮拜已經這樣 要發動三千層的勞檢 高溫的勞檢 那能不能把這些其他也會有高溫問題的產業 一起納進去 而且應該要找我們產業工會來陪同 其實世界很多國家 中國、印度、澳洲等等 都已經有相關在高溫到一定程度 發生危險的時候 是可以停止工作的法令 那我們現在也希望說 台灣希望給儘快立相關的法制 這個治安署上禮拜有發動三千場勞檢 說要針對營造業做高溫勞檢 那能不能把我們的航太產業一起納進去 來這邊我主要是要來代表 來接受這個進行訊 那有關於各位 就是今天勞檢也 今天在這邊說出來的訴求 也都有解說到 那我們會把你們所提的這些事項 帶回去 然後做一個審訊去 你勞檢能不能找我們陪同 這不是這個 勞檢找我們陪同 是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我就跟著去 通知一下我們產業工會 航太跟那個所有物產業那麼多 他們的工作狀況 勞檢你不定了解啊 就像當初那個高溫勞檢 沒有包含航太產業 可能就是勞動部 不知道說原來 機艙機民工人也是高溫工作者 這個部分我要回去再向我們 就是說我們內部團隊 我們在做 我們沒有辦法再去做 現在通勤人員的 他們是的確擁有颱風的時候 可以請天災假的權利 可是公司卻針對請假的人 做一些個別的打壓 這部分都還需要更完善的法律來保障員工 第一個問題是想問一下 好多都說 我們今天天災假 希望可以早點立法 競速把立法完成 而且我們也希望說 高溫假可以一起大進去 讓高溫工作者 有可能發生熱傷害的風險 降低到最少 這個作業樣態非常的多 那我們會再回去做平坡 那多久可以回覆平坡啊 多久可以回覆平坡 多久可以回覆平坡 多久可以回覆我們 說能不能找我們去陪同到這裡 能不能在七天內回我們公文 可以嗎 這個部分我要回去再向我們 就是我們內部的團隊 在這裡 我們沒有辦法再平坡 剛剛那個勞動部有講 他們今天沒辦法做我們的回憶 他們什麼都只是回去評估 那從蔡總統到那個勞動部其實都差不多 那實際上我們就把我們的誠實性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真的是希望葉葵長回去 可以跟我們徐福智部長好好講一下 健康地點 全家裡 他的評語 團隊 這就是 voluntari 中國isti 她的好評 哪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